大家好 榮幸今天邀請到兩位嘉賓 產前健康檢查專家 徐彥博士 以及我們是苦科專科醫生 梁傑彤醫生 歡迎你們 很開心可以和你們見面 亦可以令我們了解更有關產前的資訊 多謝兩位 具體時間 第一次的時候 通常懷孕十至十四周的時候 十四周到二十八周之間 就會建議每四到六周做一次 二十八到三十六周 就會是兩到四周做一次 三十六周之後 就會是一到兩周就要做一次 其實在任腎毒血症的篩查 是最容易被忽視的 為什麼呢? 任腎毒血症的篩查 其實現在仍未是很普及 不同的糖氏綜合症篩查 或者血糖測試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年 所以大部分媽媽都認識 但是呢 任腎毒血症的篩查 是雜時未能夠普及 也都不是很多媽媽知道的 任腎毒血症的一些高危因素 其實就包括了 孕婦可能三十五歲或者以上 本身可能會有一些肥本的問題 又或者本身其實是有慢性病的 就例如一些高血壓或者糖尿病 本身可能是多胎任腎 例如說它是雙胞胎或者多胞胎 本身可能自己或者媽媽曾經有得過 這個任腎毒血症 還有如果是通過IVF受孕的話 其實以上這些都是一些 任腎毒血症的高危因素 但是因為其實本身任腎毒血症 它們早期的症狀就會跟 本身普通懷孕的症狀有些相似 例如可能手腫腳腫 這方面都跟平時懷孕比較相似 所以一旦出現了一些 比較明顯的症狀 例如可能高血壓或者尿蛋法 其實就已經到了比較後期 所以其實我們最建議的 是在印早期的時候 大約十一到十四週的時候 去做任腎毒血症的篩查 如果發現了是高風險的 就可以由這個醫生來通過 阿士匹林去做治療 去減低懷孕腎毒血症的風險 因為其實孕婦在整個懷孕過程中 他們生理上會經歷一系列 賀爾蒙的水平變化 所以自然會影響到心理 其實會比較容易產生 一個焦慮和抑鬱的情緒 嚴重的時候 剛才說過可能會影響到嬰兒 所以建議會去做適量的運動 其實對心情都有幫助 還有可能多些和身邊的人去溝通 甚至可能和其一齊懷孕的媽媽 大家都可以互相去交流互相去支持 但如果情緒仍然很低落 可能嘗試過很多努力 但仍然改善不到情緒的話 可能就要盡快尋求專業的幫助 其實我都會建議孕婦在懷孕期間 保持適當的運動 因為運動都可以幫助情緒穩定 但不是每樣運動都適合的 在懷孕期間 我們都會建議每天做三十分鐘的大樣運動 可以是孕婦瑜伽或者游泳都可以 也都建議靈晨化長落時說 多些和一些同路人去溝通 很多時候媽媽找不到資訊時 就會胡亂地在網上去看一些資訊 看完之後更害怕 所以我們會建議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聽一些專家或醫生的意見 就會令自己的憂慮會少些 現在有些人可能覺得疫情很緊張 可能會怕了要出門這件事 因為這樣可能變少些去了診所 就少些去做產院 但當然我們是要建議 千萬不要去取消產檢 因為產檢其實非常重要 但可以做的 例如本身是一些產檢或者測試 本身他們可能的時間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例如第一次產檢的時候 以及做剛才說的 任神導血症的風險篩查 他們的時間其實都是在11至14週之間 可以詢問一下醫生 如果醫生覺得OK的話 可以試試可否兩個合碼一起做 盡量減少一些出去診所或出門的機會 我們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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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會了